好早啊 你来了 我和妈妈刚起床 刚起床 妈妈呢 妈妈在今天化妆呢 化妆呢 长得不丑 啥 谁丑 你好看 化什么妆 我今天上班有点事 你一会儿带着她上网课 在那片板上上 我告诉你怎么上 带着她上网课 然后再加小作业 我忙完了 然后没有事了 我就回来 行 华盈 上午你跟小小叔叔在家上课 好 听见没有 妈去上班 你俩准备一下 然后在那边上也行 在那边上 在哪边上都行 华盈 拿着说 行 有人数学 然后把作业都给她做完 那其他的了 就上有人数学 对 下午的话还有课 下午的话我看看 我忙了我就回来 行 看着她上课就上课 不要有什么小动作 不能吃东西喝水上厕所 上完课再去 行 放心醒了 有我呢 这家听话 她是不听我的话呢 她也不听我的话呢 不听就坐 坐就行了 闹 没事 闹 等我回来警察 你去吧 放心醒了 交给我就行了 我走了 好 走吧 拜拜 赶紧快点准备 一会儿就好上课了 坐好 叔 平声音 翘声音 什么的 你掌握了还不是很熟练 不是那个眼神 好好做呢 我是老师 你听我的 一声平 二声羊 三声管弯 四声酱 对 要记住这个 这个二哥 把这个有声树收起来 把树有树拿过来 准备一下上树学课 小动作 小动作 手应该放哪 怎么放 放这干什么 扔你边下 坐好 好好听课 收拾去 在哪儿上了 就这边啊 嗯 作业写了吗 上完课了 上完课了 作业写完了没有 还没写呢 还没写 等几点了还没写 要来休息会儿呗 刚才有人课 数学课 然后上完 然后 然后上完了 不直接就写了吗 玩一会儿再写嘛 休息会儿吧 我不回来 我看你俩能一直玩是不是 不能 你咋还上床躺着呢 这上床躺着怎么了 我的床能随便上吗 下来 不准上床 你看看造的 没事 啊 一会儿收拾 一会儿再收拾起来吧 吃东西 赶快收拾了收拾下来吧 下午还上班吗 我下午不去了 嗯 快快快 你把作业弄完 嗯 我作业写完了 还得给老师提交呢 快点 我去给你俩做饭哈 嗯 吃啥饭 我做啥吃啥 收拾吧 收拾吧 快点收拾吧 收拾吧 收拾吧 快点收拾吧 收拾吧 好一会儿我再检查哈 嗯 哎呦我天哪 超幸福呀 那怎么办 我以后我能不能天天早上过来 你想着美 你不是爱吃豆腐吗 我给你做个豆腐 啊 你的豆腐 你做的豆腐 我不给你吃了啊 嗯 怎么做豆腐啊 做 做那个麻辣的呗 行 麻婆豆腐 行 嗯 爱心豆腐 快快一边说 你朋友昨天跟你说那事 然后你 你怎么打算了 我现在头败 把房卖了 这个头 要我没钱 把房卖了头 对啊 要是我还不想卖房子 要是能卖媳妇我就卖了 卖不了 卖房子支持你兄弟 对啊 哎呀 我天哪 你这么讲义气吗 让他去看去吧 让他去陪去吧 不投啊 不投啊 不靠谱啊 投什么投 你还以为你真想投呢 中午的时候还给我打电话呢 让我去上他地方去看一看 看看地角什么的 我说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不看 我说我没钱 我不投 那你也跟他好好商量 跟他好好说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的话 不适合投资 是不是 对 你今天在家和小假叔叔上网课 上的挺好的 还行吗 必须行啊 可喜欢我了 可喜欢了 嗯 小假叔叔那个 陪你上 行 行 等妈妈以后上班的时候 让小假叔叔陪你上网课 行 然后我不上班的时候 我在家陪你 行不行 行不行 什么 这么勉强吗 啊 勉不勉强 不勉强 我想听到你的呼喊声 不勉强 这样的话就去累小假叔叔了 哎呀 没事儿 累并快乐 不累啊 关键是你那个 来会儿跑啥的 没事儿 也可以不来回来跑 那不是一个小屋吗 还有一个小屋吗 我住小屋就行了 小屋是满满的储藏室 储藏室 你把东西一收拾 稍微一收拾 能给我 留一点空就行 你收拾呗 我收拾行 我可以收拾 对吧 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 你想哈 我给你分析分析哈 孩子早上上网课 那么早 下午还要上 所以说我一天是不是都在这 然后呢 我再 回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我再来 咱就不是说路程有多远吧 油钱多贵啊 现在油那么贵 你不用天天的 我哪天上班的时候 你再过来就行 你这 基本上你天天上班啊 我也有修班啊 哎呀你修班 别老修修那么多班干什么 行不行 不行 我到明天我就搬过来 哎 站上来 同意我在这住的举手 2比1 你输了 这几天先暂时先在这地方住 然后 把孩子辅导辅导作业啊 啥的 你就安心的上班就行了 你怎么脸皮怎么那么厚呢 我还不想来回来跑了 太折腾了 就这么定了 行不行 行 行哈 你俩定了 反正我不同意哈 你不同意我俩同意 对啊 那我走了哈 好 慢点啊 那我明天早上还是七点钟 带着我的行李就过来了哈 拜拜 好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开心吗 开心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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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